欢迎大家参加2021年CubeCon Cloud NativeCon中国线上峰会 现在由我给大家分享ChaosBlade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肖长军 来自阿里巴巴云元生 阿里云云元生高考研加工团队 画面穷股 是ChaosBlade项目的Founder和Maintainer 同样也是商业化Ahas ChaosFounder &Maintainer 专注于混沌工程领域多年 现在是混沌工程领域的部导师 在此之前的话 做了多年的吩咐架构和应用性能监控领域相关的工作 今天主要分四部分 和大家介绍ChaosBlade项目 首先先介绍ChaosBlade项目的总体概述 第二的话 介绍ChaosBlade项目的过去 还是个实验工具 然后升级到实验平台 再来介绍一下ChaosBlade项目 社区与商业化之间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一看 ChaosBlade项目的总体发展 在2018年12月 在阿里巴巴内部提出了混沌实验模型 由此基于此模型 2019年4月开源了ChaosBlade 开源的ChaosBlade项目 天然支持基础资源 如CPU内存 网络 磁盘等的 故障注入 还有Java应用 Docker容器 在开源之后 就被加入到SenseF Netscape当中 同年7月份支持C++场景 同年10月份支持C++场景 也就是在Kubernetes下 你可以使用ChaosBlade的工具 执行Sapod Pod内的一些故障场景注入 2020年5月份 丰富了Kubernetes下的资源场景 同年9月份支持Kubernetes下应用服务场景 也就是你在Kubernetes下 你可以对Java应用实施故障注入 2021年 今年的2月份 开源了汇论工程平台 ChaosBladeBoss 也就是通过工具上升级为平台 可以白平化来执行故障注入 同样 3月份的话 发布了ChaosBlade的1.0GA版本 2021年4月份 进入SenseF 3的Boss 我们先接下来看混沌实验模型 ChaosBlade的所有的实验场景 都基于此模型来实现 从基础资源到上层的应用服务 还有PaaS层Kubernetes 这些实验场景 包括云服务 都是基于此实验模型实现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实验模型 实验模型 从底往上分为四层 先介绍 从Target 最上层是Target 实验把点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实验组件 我们对哪个组件做故障注入 举个例子 比如Double服务 我们的Target 就是Double这个组件 比如CPU网络 那么我们的这个组件 就是CPU 对应的网络 就是网络 还有磁盘 这都是我们实验的 所谓的拔点 然后实验范围 实验范围 包括机群机器 如果你在单机去执行CaaSBlade 那么它的范围 就是Local host 就是本机 如果你执行K8S场景 那么Scope的话 它是K8S下 你分为Node Contain Node Pod Container Match 就是硅词匹配器 也就是实验的匹配条件 比如网络 我们匹配的网卡是什么 我们可以匹配对应的端口 对应的IP 那么这种微服务 Double 我们可以匹配它的服务名是什么 服务版本是什么 等等 这种来控制整个爆炸半径 或者是控制整个影响面的条件匹配 最后一个是实验行为 也就是我们注入的实验规则是什么 我们注入的故障是什么 举个例子 网络 网络我们可以注入延迟 注入丢包 注入包重复 包损坏 等等 那么大宝服务微服务的话 我们可以注入网络延迟 网络 我们可以注入服务延迟 服务调用异常 等等 这是实验行为 整个模型非常简单 分为四层 那么这个模型的意义在于 可以更精准的描述混沌实验场景 而且能更好的理解混沌实验注入 举个例子 我们对一个大宝的微服务做故障注入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按这个实验场景来描述的话 就是对大宝的服务 对哪台机器 Scope是哪台机器 Matcher就服务名是什么 Axion注入的是什么 比如异常 服务调用异常 可以更精准更好的去理解混沌实验 而且方便沉淀现有的实验场景 通过统一的模型来实现 依据模型可以发掘更多的场景 比如我们可以扩展更多的Matcher 这种劈利多的匹配条件 实验工具实现更加规范简洁 那么目前实验模型的应用 应用在 使实验场景变量 参数化 参数规范化 比如那些网卡名 网络炮 短口 IP等 都这些变量的话 都可以参数化 参数的话 都可以按我们现用的模型 进行规范化 实验场景领域化的水平扩展 通过这种模型的话 它可以适配 比如应用服务 K8S 还有云服务 这种领域化的水平扩展 而且与领域内的标准化实现 相结合 可实现场景垂直扩展 比如K8S的我们实现 是基于K8S的CRDS 自定义资源控制器来实现的 那么我可以基于这种模式 基于这个实验模型 用K8S的这种标准 还有实验模型 来垂直的去扩展K8S下的实验场景 领域间 可实现实验场景复用 K8S可复用上层的应用服务 或者是基础资源的场景 而且可实现于KOSPLAY的CLI 就命令执席 二进制命令执行器 快速集成 可以便捷的构建 上层混沌工程平台 平台实现混沌实验工具托管 就基于此实验模型 我们可以适配 这些开源的主流的实验功能工具 比如Litmos Chaos ChaosMesh等等 这些SenseiF CenterBoss的项目 我们都可以通过实验模型进行适配 然后通过我们的KOSPLAYBOSS平台进行托管 这是实验模型的应用 OK 实验模型介绍到这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基于此模型来实现的混沌工程实验工具 KOSPLAYD KOSPLAYD是一个支持多语言 多环境的混沌工程实验工具 目前支持3加3就是三个平台 比如Linux Dock Kubernetes这些系统平台和容器平台 另外200多个场景 200多个场景指比如CPU 满窄 还有网络延迟丢包 JavaMade 比如OMGC 还有调用延迟调用异常等等等等 一共支持200多个场景 每个场景下面又有很多丰富的参数 一共3000多个参数 现在已登记的企业40多家 我们可以通过右边的图可以看到 KOSPLAYD的工具使用非常简单 直接下载KOSPLAYD包 解压即用即可 通过PLAYD的命令来创建实验 通PLAYD的创建可以通过CREATE命令 然后后面GAME 比如你要创建网络延迟 可以是Network Delay这种 通过-H参数的话 你可以看到整个非常详细的使用案例 还有每一个参数介绍 每一条实验的话 这右边举个例子 比如我要创建一个网络丢 网络Drop丢包的一个实验 那么我可以指定这个端口网络Drop 9520端口进行网络丢弃 创建实验之后的话 每一个实验都会被当成一个实验对象 生成一个唯一URD来记录 它如果执行成功 会返回一个URD的值 就是REDOUT这里面的值 后面所有的实验的生命周期管理 都通过RD来进行管理 如果执行失败 会返回错误的详细信息 恢复实验 使用Destroy来恢复这个URD 生成员URD即可 也可以把上述的create命令 使用Destroy命令替代 比如BladeDestroyNetworkDrop 就也可以销毁实验 也就是对这种本地数据库 因为每一个实验就会产生一个实验对象 本地数据库存储 如果数据库文件丢失的话 也可以做一个容错的处理 通过Destroy写全命令的方式 来进行实验的销毁 这是ChaosBlade 我们来看一下ChaosBlade的整体技术架构 ChaosBlade它上层的话 包含一个CLI 通过CLI来加入 就里面包含命令解析器 命令解析器解析到对应的指令之后 它会调用下层的实验执行器来执行 比如上面的例子 CreateNetwork 它会解析到是网络 网络它会调用OS执行器来执行 如果是Java 比如你指定是Double 这种微服务的 它会调用Double的 Java的执行器来执行 Java的执行器 是基于自解码技术 就JavaAgent的技术来实现的 如果你执行的是Create K8S 它会调用K8S的Aquator执行器来执行 K8S的执行器 是采用CRD制定资源控制器的方式 通过部署ChaosBlade的Operator来执行的 这个是整个的K8S的技术架构 我们再来看整个的项目关系 在K8S的-ROGithub项目下面 会包含很多K8S的项目 那么核心的几个项目的话 包含我们从下到上网上看 K8S的Specific Go 它是整个的模型实现和工具类 K8S的EIECOS 它是基础资源的实验执行器项目 K8S的EIECDocker 它是Docker容器的执行器项目 K8S的Operator 它是K8S执行器项目 还有K8S的EIECC Plus C++执行项目 K8S的EIECDocker Java执行器项目 那么K8S的EIECDocker 是CLI 就是二进制 那个Blade命令的一个项目 入口的一个执行项目 那么可以看到 每一层的话 我们都可以实现项目的复用 来达到一个最小化的 一个开发的一个效率问题 比如我们可以实现 一个OS的基础资源的场景 那么在Docker 在K8S里面都可以实现复用 无需再重复编码 同样的 我们实现了GVMG Java和C++的场景 那么我们在容器内都可以去复用 这个是K8S的项目之间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下 K8S的CLI的实现 CLI也就是执行器 整个的K8S的命令执行器 那么它具有以下特点 整个的K8S的开箱即用 无需安装 而且具有支持命令提示 所有的变量都参数化 所有的参数都规范化 同样的模块化 支持动态扩展的一个能力 对象化 方便整个实验的管理 这又左下角列举了整个的CPU CPU满载 那么我们可以创建 也可以销毁 同样的我们可以创建Double Double的一个微服务延迟的一个实验场景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指定就是Double是整个套用前面的实验模型 我们可以看到 Double是整个的Target 也就是实验8点 那么Action就是延迟 Delay 那么所有的Matcher的话 我们有时间就是3000毫秒 Service指定了一个服务 Demo的一个Service服务 我们指定的是一个消费者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可以非常简单的实现一个故障注入 整个CLR的一个流转是这样子的 命令初始化 然后通过YAML解析 可以看到 所有的执行器和Kaosblade的CLR建连 都是通过YAML的场景描述文件进行建连 Kaosblade的CLR解析 通过YAML解析器解析YAML 识别所有执行器下面的实验场景 来调用对应的实验执行器来实行 这个是整个的同样的Kaosblade YAML DockYAML 也一样的基础资源YAML 这里针对前面的实验模型 做了很多接口的定义 OK 这个是Kaosblade的CLR的实现 我们再来看实验工具Java执行器 Java执行器 接着这里列举了一个Java场景 调用数据库延迟举例 我们看左边 左边是一个微服务的三级调用 Consumer调用Provider Provider调用Base服务 同样的Provider还调用一个数据库 Marsical数据库实例 我们这边举了一个案例是 来模拟Provider实例调用Demo数据库延迟 我们可以看到 Create我们的把点是Marsical Action是Delay延迟 我们的一些Mars的话延迟600毫秒 指定是哪个数据库 Demo数据库 表是Discount表 同样我们可以细地读到对应的操作 SQL操作是Slack操作 然后影响百分比 所有的请求的影响百分比是50% OK 我们执行完成之后 可以看到立即生效 然后我们收到对应的监控告解 Java执行器就这么 Java的场景实情就非常简单 底层的话是调用字节码技术 通过挂扎探针 实现类转换的这种机制 来实现对应的故障注入 我们看右边Java的实验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 从最右边来看 OM支持内存溢出 线程值码 指定线程数 CPU满载 Codecatch码 还可以指定任一类方法 就是你的业务代码 甚至是三方框架 可以指定任一类方法 做方法的延迟异常 延迟 串改返回值 甚至你可以通过编写Java 或者Groovin脚本 Groovin脚本 来实现更复杂的故障注入 比如我可以去通过 和前面的流量过滤 来一起来做 比如指定哪一个流量下的条件 来实现参数的篡改 或者是指抛 非常复杂的自定义异常 或者是篡改 非常复杂的返回值对象 甚至是你可以做 任何日志记录这种 所以说它具有强大的 一个动态脚本的支持能力 我们可以基于此能力 来实现更加复杂的 故障场景的注入 我们再来看 以支持的组件 以支持的组件 这里列举了有Dread 现成池 大宝服务 Aletic Search ATBase ATP Client等等等等 具有将近 至少十几个 以主流的Java框架 这是Java执行器 我们再来看一看 动态脚本的注入能力 刚才也介绍到 比如我这里举的一个例子 是模拟宠物店的一个返回列表 那么我们要Mock这个返回数据 就可以通过Java的一个动态脚本的 故障注入能力来做 比如这地方 我这里写了一个脚本 Java脚本 这个脚本的话 是这里Mock了一些返回值 一些宠物列表的返回值 那么写完这个脚本之后的话 就可以使用KillsPlay的命令 很简单的执行 比如我要模拟的是GDM动态脚本的能力 我指定的类 是我这个controller 就是controller类 也就是Spring的controller Messor的方法名叫getpatch 获取宠物 然后指定你的脚本文件是什么 你这脚本名就定义一个别名 有区分 非常简单 那执行完这条命令之后 会动态挂着探针 匹配你对应的类和方法 进行一个动态脚本的编译 然后动态类的修改 来实现这个故障注入 所以说KillsPlay的 将整个的实现复杂性 也进行了封装 操作非常简单 这是Java场景的 动态脚本的注入能力 我们再来看 Kubernetes执行器 Kubernetes执行器 是基于基于Kubernetes的CRDS 就自定义控制器 这边来实现的 通过实现了KillsPlay的operator 来进行一个控制 自定义资源的控制 我们可以基于Kubernetes的资源 定义规范 比如这地方的定义 规范定义 也和前面的实验模型 是相匹配的 举个例子 Scope 我们对应的Scope 是Kubernetes下的 load节点 Target是实验把点 是CPU Action是load 负载 然后match的话 就是配是哪一个节点 CPU的百分比是多少 就是match OK 我们通过文件描述的形式 或者是直接使用KillsBlade的命令 就Blade CreditKPS这种命令 来执行 它会自动创建 KillsBlade的资源 然后operator监听资源变动 来实现过程注入 这是Kubernetes执行器的具体的实现 我们列举一个Kubernetes的场景案例 比如这里举例 云原生搭宝应用 调用下游的Pied Query Service服务 延迟三秒 使用KillsBlade的工具 自带的Blade命令 或者KubernetesTL 以及编码的方式都可以执行 有多种命令的实验的执行方式 也可以通过KillsBladeBoss 白平化的方式去执行 那么这里列举了通过两种 就通过KillsBlade 自带的Blade工具来执行 还有通过KubernetesTL来执行 那么通过KillsBlade工具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create的是 K8Scontainer下面的 Double服务延迟 对应的这个Double的应用进程 是DemoConsumer 延迟时间是3000毫秒 指定的Double的服务 是Pied Query Service 然后我们指定 它的POD名字 为了查找Container 指定Container名字 然后指定 CubeConfig对应的访问权限 这样执行之后的话 KillsBlade会自己去创建 KillsBlade的资源 然后流转到KillsBlade Operator监听这边的资源变动 实现对应的工具的透传 以及命令的执行 可以看到 将所需的工具按需透传 所需的工具 然后执行这个Blade的命令 可以看到 它这地方进行的命令的一个拆解 可以拆解为 刚才我们看到Double的一个服务的命令 我们通过这个 可以看到的话是 K8S下执行也非常简单 就是为了通过这种命令 或者是YAML文件描册的方式 生成KillsBlade KillsBlade实现内部 在Operator内来执行一个调度执行 来通过解析 来复用这种主机上的 KillsBlade的场景 比如这里复用了Double的实现场景 所以说你如果只实现了一个 Double的一个场景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在K8S下 直接去使用就可以了 无需再次开发 扩展比较简单 那么今年的话 我们对Cosplay的整个的品牌 进行了升级 就是从KillsBlade的工具 上升到了混沌工程平台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支持传统的架构 往云原生架构迁移 同样的我们可以托管 很多实验工具 来通过控制台的方式调度执行 我们的目的是 通过混沌工程 帮助企业解决云原生化 过程中的高可用的问题 混沌工程实验平台 KillsBlade Boss 它是面向一个多环境 多集群 多语言的混沌工程平台 这右边是一个截图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平台的特点是 它支持实验工具托管 目前支持 KillsBlade Latomless Chaos KillsMesh已经开发完成 还没有正式的release 另外 实验工具自动化部署 通过平台 你可以实现工具自动化部署 你就无需去自己去部署 那些实验工具的operator等等 统一实验用户界面 这些工具的适配工作 都交给了整个的KillsBlade 去box去做 所以说整个的实验 这些工具的实验使用 都没有任何的区别 都是界面统一去管控的 另外实验目标自动获取 我们可以获取这些主机 KPS对应的POD 还有Nelno的这些资源名 同样支持多维度的实验 我们可以通过应用维度 通过主机维度 通过KPS的这些资源维度 来实施实验 支持实验场景管理 还支持实验工程的闭环 我们可以接入了监控 可以在平台上 直接看到对应的监控数据 那么我们的平台的整体架构 是这样子 整个的上层的话 是KillsBlade的Console控制台 那么到下面的话 包含一个部署代理器 代理器的话 可以去适配各个工具的 工具的一个部署 通过接入Assemble Kubernetes或HAM 这种通道的方式 来将工具部署到对应的平台 每一个工具的话 都有自己的场景 都有对应的场景 那么我们统一了 这些场景管理 通过场景管理器 统一了这些场景 实验场景的管理 同样的目标管理器 也就是我们可以去采集 这些资源 比如Linux Kubernetes 这资源 存储到对应的目标 也连目标管理器当中 每一个故障命 工具的执行 都会有一个故障注入的执行器 然后我们对接了 Promifus的一些监控 可以很好的在平台上 进行整个的稳态的一个监控 最终产生一个实验报告 这是Kubernetes的Boss 平台的整体架构 前面介绍完了Kubernetes的Boss 前面介绍完了Kubernetes的工具 还有混动工程平台Kubernetes的Boss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商业化的一些探索 商业化总要是指 社区版和企业版的一个区别 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件事 是将企业版和社区版的 整个的平台的内核统一 也就是这里看到的 我们这边实验场景 实验工具托管 自动化部署 多平台多语言 多局情多环境 我们这认为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 我们社区版是一定要支持的 那么同样的企业版 不会再去开发这个能力 直接复用社区版的版本 在社区版之上 又做了很多深度的一些解决方案 还有实验模板 同样的演练防护等等 一些安全审计相关的一些功能 这个是社区版和企业版的关系 简单来说 就社区版是企业版的一个内核 实现了整个的版本的 内核版本的统一 后续可以做到 如果想使用企业版 非常丰富的企业功能的话 可以实现一键升级到企业版的 一个零门槛的一个迁移 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社区版和企业版 它具有相同的操作界面 迁移还有整个的熟悉 几乎是零成本的 这个是社区版的一个套解决方案 比如我们有微服务演练解决方案 容器演练 还有可视化演练 就是集成了我们的架构感知的一个能力 可以基于架构感知 在整个拓扑上去直接执行混沌实验 这是商业化的解决方案的探索 还有整个的实验流程 整个实验的流程的话 我们更加的规范 比如这里列举的整个的混沌工程平台 我们就创建实验 提供商业假设 然后开始过程注入 过程注入的话 一些参数 比如注入的一些目标机器 还有对应的端口号 微服端口号等等 都可以通过加物感知的数据 采集来进行一个自动填充 同样的基于加物感知的话 你可以做上面的一些场景化 或一些原子的能力的故障场景注入 还有停止演练 演练度量 实验报告 修复方案的 这都是非一体 或者就是整个的混沌工程 闭环的相关的流程 我们再来看 商业化的一个探索 实验详情 这个是商业化实验详情页面 通过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整个的可观测性非常强 实验过程中系统指标直观展示 可边演练边观察 而且具有安全防护栏 制定保护策略自动触发并终止演练 并免系统因演练而引起的预期外的故障 同样的支持故障编排 复杂的故障编排 提供串联并联的这种编排方式 还有丰富的权限管控 基于演练空间的权限管理 资源权限 遵循RAM或RBAC这种权限管控规范 还具备开放机程提供API这种能力 OK 我们再来聊一聊将来CaosBlade的规划 CaosBlade将来会支持更多的实验工具 我们现在已经支持了CaosBlade CaosMesh 后面还会把一些主流的实验工具集成过来 另外支持更多的应用语言 比如GoNow这些Rust这些语言应用 另外的话优化整个的实验流程 和商业化版本就这地方的话 同样的输出实验报告 开源商业化融合 我们就是一致的 就是实现切实区设计版和企业版的内核统一 来达到优化实验流程 输出实验报告的目的 也就是将我们现在商业化的平台进行拆分 将一些解决方案类的商业化去承载 另外的一些演练的相关的能力 由社区版去承载 这样的话可以填补整个CaosBladeBoss平台功能的不足 而且还可以实现 如果用户对商业化版本有需求的话 可以实现一键迁移 OK 谢谢大家分享 今天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